大家好,我是Ostin,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这个视频稍微有一点特殊 它是一个review,也就是一个回顾的一个视频 回顾一下2020年末我出的一个视频叫做 绝版乐高的Top10推荐 所有的我当时推荐的乐高都是预测在2020年末要绝版的乐高套装 其实我也是比较好奇 一个季度过去了 所有的这些套装它们的表现是如何呢 是不是真的已经绝版了 那好吧,那我先给出第一个结论 那当时我出的Top10推荐清单 所有的套装都已经绝版 那有的是在2020年末绝版 有的是在2021年初绝版的 那对于当时的绝版预测的准确率还是不错的 那目前呢,准确率达到了100% 当然呢,越靠近年末 其实这个预测绝版的准确率会越高 那对于一个季度过去了 它的投资回报率又是如何呢 当时有一些套装我确实给出了一些预测 那其实当时呢,也抱着一个比较保守的心情去做的一些预测 没有很激进 那现在看来呢,其实回报率也都high 超出了我的预期 那我们今天就一个一个去给大家review一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去年2020年 绝版预测的Top10榜单里的第十名 75159死星 那这个是星战里的一个大套装了 2016年发布,那将近四年的一个时间绝版 那这个套装也是这个榜单里我最后悔的一个套装 因为这个套装我并没有入手 那主要原因是它有4016个组件组成 这么大的一个套装它的占地面积是非常大的 那盘算了一下我的仓储的空间 我觉得大量入手的性价比并没有很高 那当时的一个预测呢只有10%以上的一个回报 我们来看一下数据 那在Break Economy上它的一个回报率 是达到了惊人的27.9% 那我又翻了一下澳洲一倍的一个成交价 那在2月和3月的时间 它有将近1400到1500澳币的一个成交价 那这个价格呢 对比它的发售价来说 基本上将近翻了一番 所以呢 那个别案例呢 它的回报率达到了100% 那当然呢 我们只采取Break Economy上的一个统一的回报率 27点多的一个回报率 一个季度那也是非常惊人的 第九个套装 75956魁地奇比赛 这个套装在我之前的几期节目都有提到 我对这个套装是格外的喜欢 那当时一个保守的回报率是 年回报率是10% 实际上目前的回报率是非常不错的 那也是达到了27.53% 第八名70425 黑森赛的最大套装 约伯里闹北高中 那整个黑森赛呢 在去年大部分的套装都已经绝版了 那在今年年初几个比较突出的套装 有了一个非理性的一个增长 那特别是神秘城堡 那它的一个增长达到了将近200% 或者到300% 那目前呢有一个大幅的回落 那到了现在翻了一番的一个状态 约伯里闹北高中 它的一个回报 一个季度过去也是比较不错的 达到了35.2% 那整体来说黑森赛 它两个概念 一个概念是暗黑系的一个系列 那这个在乐高的整体来说 都是比较难得的 第二个就是它的所有套装 都可以用手机的APP游戏 去连接在一起去玩 所以说这两个概念 我都是觉得比较有创意 也比较喜欢的 第七名21316摩登原始人 它是Idears系列的一个套装 那去年年末有两个套装绝法 一个是这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七传威力 那对于出入门乐高的朋友来说 其实我一直建议 如果你不想风险太大 那你就去买Idears系列 它的回报率都是非常的稳定的 那当时呢 选择了这个套装 那没有选择七传威力 入选这个top 10的榜单 也是因为我个人对于米奇的这个IP呢 是没有太多的感觉的 但是不得不承认 七传威力 那其实它也是一款非常出色的乐高设计 那我当时给这个摩登原始人的预测 它的回报率会在15%以上 那一个季度过去 那它的回报率呢 是远远超过了15% 达到了25%左右的一个回报率 第六名 Architecture天际线系列的21309上海 对于上海这个套装 我不仅在去年的绝版清单 还是在今年的Architecture系列指南的视频中 都有比较大篇幅的去讲 那我也没有任何吝啬 对这个套装的赞美 我认为它在整个的天际线系列里 都是非常突出的一个套装 那当时对它的议测 是年回报率可以达到20%以上 那目前的一个结果来说 远远超出一期 达到了50% 记得之前做节目 还拿这个套装做了一次抽奖 也是非常幸运 抽给了一个 加在上海的一个粉丝 那希望大家在我的视频中多互动 之后还有更多抽奖的机会 第五名 并列的给到了80104 武师和80105 庙会 这两套装是中国新年系列 那是在去年年初发布 那并在年底和今年的年初一点 那相继绝版 中国新年系列 那我认为是 中国概念中最成功的一个系列 如果感兴趣这个系列的 可以去翻看一下我之前的一个专题视频 那里面详细的讲了一下这个系列的一些套装 那当时呢 我是比较看好这两个套装的 没有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预测 但是呢 它的回报率来看呢 一个是27% 还有一个是24% 那可以说呢 它们两个的回报率呢 是在预期之中 而且呢 是比较突出的 第四名 75232 Kelorin and Six Troopers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黑红兵 其实这个套装呢 在我所在的国家 就是澳洲呢 它的量是非常少的 那整个来说 它的一个回报率 在Break Economy上 是21.1% 但是呢 在澳洲的eBay上 它的价格非常高 那目前它的价格呢 应该是在70澳币上下 那其实就是将近100%的一个增值 第三个套装 10263 冬季消防局 那去年其实 有说过 它入选Top3的一个理由 更多是个人情愫 因为我 本人是想收齐冬季这个系列的 因为呢 它给我一种过节的气氛 也是一种家人团聚的一个气氛 那我很喜欢这个套装 虽然冬季消防局 在整个系列里 不是最突出的 但是呢 它是一定是一个必不可少的 当时给出它的年回报是15% 从数据来看 它的回报率 并不是特别高 将近5%的一个回报 但是呢 在不同平台呢 也是不稳定的 因为在eBay上有很多 它的回报率 有30%左右的一个价格 所以呢 这个套装的 未来的回报率呢 我们还有待观察 第二个套装 715243 奴隶一号 20周年版本 去年就说过 它的回报率一定非常突出 第一 奴隶一号 在星战IP中 是一个比较 受和欢迎的一个飞船 第二 曼达洛人 去年的一个大火 让整个跟曼达洛人 有关的套装 都疑惑难求 所以呢 今年这个套装 仅仅一个季度过去 它的回报率 达到了49.17% 好了 那我们来到了第一名 还记得我去年榜单的朋友 一定知道 它就是10260 Downtown Diner 复古餐厅 那这个套装 目前二级市场的表现 仅仅一个季度过去 我只能用格外的 非常的 极度的 优秀 来形容 因为呢 它的二级市场的回报率 达到了50%以上 那甚至有一些 交易记录 我可以看到 那达到了100%的一个 回报 那我们就说它是50%吧 那对于街景系列来说 近几年的套装呢 并没有之前的老套装 回报率那么好 因为呢 乐高也在不断的退出 更没有设计感的 或者 其他的跟建筑有关的 优秀套装 那其实大家的 关注度并没有 像之前对街景这样的关注 所以呢 街景系列呢 其实 确实在近几年会失色不少 但是作为街景系列 近几年 格外突出的一个套装来说 复古餐厅 是我当时特别看好的套装 那它有50%的一个回报 其实是在我的预料之内的 那我也是非常恭喜 去年年底买到了 这个复古餐厅的朋友 那如果你现在呢 想去再入手这个套装呢 其实价格也是比较高了 我建议大家慎重考虑 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review 也就是回顾一下 我去年的一个绝版预测和top10推荐 那整个的结果来说 我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 那所有的数据都可以 都来源于第三方 BREAK ECONOMY 还有EBAY的真实交易数据 那其实也有很多网友 之前跟我留言说 乐高是不会增值的 乐高是不会赚钱的 我做这个节目的原因 就是想从不同的角度 大家看待乐高这样一款优秀的一个产品 在你热爱乐高 喜欢乐高 收藏乐高的同时 也有可能性 去让自己的资产 或者是收藏所增值 那这就是我的一个目的 好吗 那希望大家给我点赞 同时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继续关注 因为大家的支持 才是我做原创最大的动力 好吗 那请继续关注我 未来的乐高节目 See you next time